杨子靠整容才红 实力派演员靠颜值 这不是观众的悲哀吗 演员是一个职业 演技是演员的基本技能 就像护士要会打针 老师要会教书一样 而明星也是一种职业 稳住自己的人设也应该算作基本技能 大概杨子选择的是演员这种职业 而去年到今年 出现了很多真正有技能的流量 不得不说 观众升级了 大概真的演员的春天来了 而观众也能看到更高质量的剧了 只是希望也出来好编剧 别正用无逻辑或者毁三观的片来侮辱观众了 杨子一直都是很有实力的 杨子和关小彤都是同星出道 两人的演技都挺多的 但我个人觉得 杨子比关小彤的演技好一些 杨子的戏录这几年也比较广 关小彤的戏录总离不开 微叛逆的女生的感觉 当然也有年龄的关系 毕竟年龄 际遇和阅历也是有些影响的 我不追星 即不是这两人的粉丝 也不是谁的黑粉 但若要说喜欢的话 会偏喜欢杨子一些 或许是性格原因吧 杨子给我的感觉是那种比较随性开朗的性格 而关小彤 给我的感觉是那种与她现在年龄不那么符合的沉重感 杨子很有实力 演什么是什么 不像有些演员 引来引去都感觉是一个样子 看过点花絮 杨子真是戏外调皮 到拍的时候一秒入戏 哭得也非常真实 喜欢杨子 是个开心果核实力派 杨子努力 通透 有灵气 早过了追星的年龄 看过湘密后 还把她演的战长沙 大架风尚 都翻出来都看了 看着她一步步的改变 实力派演员从来都是以演技说话 演技到位了不得你不服 其实小猴子是个很感性的女孩 大大恋恋性格往往大家会忽略很多 我们为什么不可以换位思考一下 换成自己又做得如何成功 我们用一个平常心对待每一个演员 可以这么说 要是她不热爱演员这行 也不会坚持走了20年的演员道路 加油小猴子 你能够 mostrar不是帅转的 playing 竟没播演员 Naturally